刚刚首页的部分,所以如果你要做T-Shirt也是一样的流程 所以你们刚刚已经有做好一张那个T-Shirt的那个转印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点马上线上制作对不对 然后一样可以选那个T-Shirt,或者要做围裙,做T-Shirt,点进去 然后就选,你看他这边衣服还有各种样式 所以你看其他家的样式就很少 所以你可以选一个你要的样式 选好你要的样式,Polo 3 然后你要长的,要短的,要单面硬还是双面硬,你的Size 都可以选 那这个XS这个应该是女生或是童装吧 这个大概就是男生了 所以你就选好你要的内容,这边就直接跟你讲说这件多少钱 是单面的Polo 3 一件就389,这应该很便宜 应该蛮便宜的 如果是一般的那个棉梯 一般的棉梯,然后 单面短梯268,这个是单面的,彩色的 那单色的好像又更便宜 不过这边好像没有列单色的价格 那没关系啦,假设你就点进来 你就直接输入专案的名称,开始制作 好,所以他就会出现这个版,衣服长相的版 那所以你要做的就是跟刚刚一模一样,直接把图片放进来 那我给你们的素材里面 在那个图片区,直接有那个T-shirt 就是之前设计好的图片 所以你就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不想自己做 你就选我这里面 如果你会自己做,你已经有自己做了 那你就选你的图片,开启 那因为是图片的关系,图片他会放在插图 如果是图片,他会放在插图 如果是照片,他会直接放在那个照片区 照片 如果是照片的话,我刚刚 假设这个好了 照片他会放照片区 那你的如果是图片,你自己做好的图片他会放在图片区 那不管是哪一边都没关系 你就要的东西,就直接拉出来 放进去 然后那个位置就可以调整 位置可以调整 所以其实你拍的照片,你也可以直接放进来 或者是你用你做的图片也可以放进来 那这个图片放进来,他不会放到满板 因为他这个板是for那个照片的 所以你就变成自己要放大缩小 图片是要自己放大缩小 所以你就点放大缩小 然后你就去拉 不够的话就自己再拉 所以 所以你的图尽量用大图 我好像抓到小图 所以这个小图的解析度不够 他就不让你拉大了 我再换一个图 费入 新增插图 我来看一下 找比较大张的图 这个有没有 这个4千多乘6千多 这一定是大张的图 这个也是 我用这一张好了 把这一张放进来 那这个是大图 那大图就可以放大 我就用这一张图 好有了 那大图你看 他放大就可以很大 就可以放很大 所以你只要放的 比那个红线的框框还大 那个红色框框是他的那个 列印的时候的区域 出血记号 所以你就稍微调整一下你的图片 因为我他照片照片上面是可以叠图片的 所以如果你不想出现重复的图片 你就可以把那个照片先弄掉 把那个框先弄掉也没关系 然后把你的这个做好的图片放进来 稍微放一下位置 只要在这个红线范围里面的区域 他都可以帮你印出来 所以你就直接这样子就OK了 记得按储存 好然后他这个板是有两面的 有两面 所以你可以 可以翻到背面 可以翻到背面 好 板面页面管理 他只有正面 我刚刚我们选的是只有单面的 选的是只有单面 他就只有出现单面 那如果你选那个双面的 他会出现背面 所以你就可以去放背面的图案 好 所以后面的行程就跟刚刚一样 好 储存之后可以按订购 确定 好他就会出现那个订购的页面 然后你要什么size 你要什么size 然后你的衣服是要什么颜色 好这边可以挑 这边有设计 给你参考 挑好之后 一样去加入购物车就好了 然后再付款 一样过几天 他就帮你送过来 所以真的很方便 在家就可以做生意 真的 好 好 所以在家就可以从事创作可以做生意 所以很多人还其实还不知道有这种输出的网站 所以他们要去做衣服都还要去找一些实体店面 然后再给他档案 然后再拿那个样板什么的麻烦 那网路上这个就非常简单 好所以建议你可以这样子做处理 那因为时间也不 他花的时间也不多 然后很快也很快就会把东西寄给你 如果你有赶时间是上他的客服专区 所以你是可以打电话去拜托他帮忙一下 他会加速帮你处理 大概是这样子的状况 好那这个叫做建豪云端的输出网站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就要做什么小东西 要做行销的东西 那个班级 要做一些 毕业的作品 或是说你要做义卖的作品 可以带学生去义卖 你就不用担心说 学校没有 学校不像那个科技中心一样有设备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那我再稍微说明一下那个 热转运这一件事 刚刚那个 我们其他老师也有提供一些 虾皮也有一些网站 好那强老师提供的 那可是他的选项就比较少 就是他就是 但是也有一些像你这个如果是纯单色 单面单色的 单面单色的他反而就比较便宜 就210块而已 所以事实上有些东西还是可以跟他业务谈的 那他像这边单面彩色的他就300块 所以不一定会比较贵或不一定比较便宜 但是你就不能他这边就没得选 没有选其他的样式 没有选没有办法选其他样式的 好所以你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那有关转印 其实有些学校自己会有一些设备 或者学校有接那个科技中心的 那转印一般的转印 用的是这种转印 转印机 那这个转印机负责的工作就是加热 所以你前端你会需要有一个彩色喷墨印表机 那你的喷墨纸有两种 一个是一般的转印纸 如果是一般的转印纸 你用一般的喷墨印 那如果你是热升华的转印纸 你就要用热升华的印表机去印 好那那个转印纸 那个顺发都有 好顺发都有 所以你可以 其实在家是可以做的 那你没有这种转印机怎么办 那个烫衣服的 那个运斗 运斗是可以去加热转印纸 直接转印在衣服上的 好那如果你是这种制作方式的时候 你要注意两件事 第一件事你在列印的时候 转印纸是要 你要水平翻转 好就是你那个 你这个像你做好的那个影像 你在列印的时候要水平翻转 好那印出来是反向的 然后你再把衣服铺在上面 转印纸盖上去之后 可能还要适当的剪贴 适当的剪贴之后 那个转印纸盖上去之后 你还要盖一层那个 那个我们烘焙的那个烘焙烘焙子 然后才把这个开关压下来 加热 那如果你是问到就直接在上面 上面我 那个有老师说需要这个网址 我贴一下好 好这个是虾皮上面的 各位可以自己搜寻了很多 还蛮多厂商的 但是你就比较少那个客制化的部分 好那这个是转印的方式 就是列印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那个热转印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你用热转印纸印出来的 他事实上是那一层胶会黏在你的衣服上 所以第一个他不透气 第二个那一层胶经过洗衣机水洗个四五次之后 会开始裂掉 就你的衣服因为会伸缩 会伸缩所以他就会裂掉 所以那个衣服会变丑 还会褪色 他那个颜色是会褪的 所以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呢我们是事实上是用这种叫做直喷机 那这个直喷机 这种织品直喷机 他是把你的衣服直接塞在这个筐里面 然后把它拉平 拉平之后 他会像喷沫一样 喷沫印表机他会特殊墨水 他直接就喷在你的衣服上 喷好之后他会去 他下面有一个烤箱 他会去加热 加热固化 把那个墨水固化 那这种喷出来的品质 其实就是外面 你买的那种很精美的衣服的品质 他是印刷上去的 印刷上去 他不会有那一层胶 不会有那一层胶 那就会很漂亮 那也很透气 然后不会褪色 洗了几次还是一样那么鲜艳 美丽 所以这个叫做直喷机 那这种直喷机 那这种直喷机不是一般小家庭买得起 这个这一台好像要90万 还是70万我忘记了 所以这不是一般家庭买得起的 这通常是那个营业单位才会买这种机器 那直喷机还有另外一种 这个叫支品直喷机 它是专门喷衣服喷布的 所以也可以喷那个手提袋 那像这一种的叫做 它这种直喷机是喷那个 比如说手机壳 喷杯垫 这个叫UV的 UV的那种直喷机 这个也是 这个都是 这个是喷那个固体的东西 喷固体的东西 包括喷在玻璃上面 都可以使用 所以他是有两种不同的形态 那将来如果说你们有 有接科技中心 有需要买这种设备 你再参考 不然自己真的 买不起 买不起 如果学校有这种设备 或者你们接的科技中心有这种设备 请各位多多利用 这个墨水很省 虽然它的墨水很贵 但是墨水很省 你可能印了几百件衣服 那个墨水都还有 还不用换 所以事实上那个耗材的部分 是不会很贵 喷出来品质又好 所以我给各位抽奖 送给各位的袋子 就是用这种机器去喷的 所以绝对是那个市售商品的品质 好 所以这个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所以没钱怎么办 没钱当然就是直接送 送厂商直接喷 所以你又想要自己制作 那就是刚刚那个建豪那种网站 好 所以在这里网站 你就不用去处理加工的问题 好 以上是那个云端出版网站的一个简介 也跟带各位走一下这个流程 好 那所以有些老师会爱上这种网站 因为几百块 对老师们来讲其实是小钱 小钱 以前你要 老公生日 要送个什么东西 可能送个领带 送个皮带都几千块 现在终于可以省一点钱 用一张你们出游的相片 做一件T恤给他就算了 这样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那个有像他们大学生很喜欢 那个交换礼物对不对 与其你花个一两千块买个公仔 那浪费钱 你就做一件有你的这个照片在上面的T恤送给他 还可以宣示你们的这个爱 好 好 所以这是省钱的选项 又蛮客制化的 好 那我们休息10分钟 10分钟之后 等一下 在休息之前 请各位 好 一样到 到这一个网站 好 inscape网站 那我把那个网址贴给各位 你也可以从我分享的资料夹里面 我有放这个软体在里面 那你也可以从官方网站直接下载 那下载的方法就是这里有个download 好 然后Current Vision 就是 Vision就是现在的版本 最新的版本 你就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呢 这边就会问你你是要自由软体还是Windows还是Mac 好 那我们就你看你的笔电是哪一种 我们就Windows就选Windows Mac就选Mac 然后64位元 点一下 好 然后这三种都可以了 你就选Windows的安装档或者是ES1的安装档都可以 请你利用下课时间下载一下 下载回来就点两下把它装起来 麻烦各位这是我们最后一个部分 好 下课休息10分钟